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国际形势啊 这两天呢英国房相讲了一番话 他说呀和平红利已经结束 五年内恐要同时应付中俄 就是说呀可能会出现战争吧 而且这个战争的规模呢可能会比较大 另外同时呢德国有媒体爆出啊 现在欧洲正在备战 说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所以我们以这两个资料呢 我们来聊一下啊 这个世界呀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英国房相的这个讲话啊 英国防务大臣夏博斯 形容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代已结束 冲突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五年内英国可能同时应对中俄 伊朗和北韩等多个战场 夏博斯周一15日 在伦敦发表政策演说 他说全球正从战后过渡至战前实际 但如今新崛起的敌对势力 却远交以往不稳定及不领性 例如面对伊朗北韩等政权 过去足以阻吓战争的相互保证毁灭 同归与进策略恐已无效 就是以前那个核威舍嘛 但是现在这些国家呢都拥有了核武器 可以说这个核威舍已经是不存在了 另一令人忧虑的因素是 对手相互的连接更密切 夏博斯举例 诸如伊朗在以色列边境冲突中的代理人角色 并在红海制造混乱 中俄发展无上线的关系 及联合军演常态化 以及伊朗无人机和北韩弹道导弹 威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 中俄是拥有核武器 北韩又扬言扩大自身核武库 伊朗所持有的浓缩油存度 更已达到接近核武等级的83.7% 夏博斯说 有这样的好朋友们 世界中变得越来越危险 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单一的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担单独行动的风险 他在这里说英国这次派了2万人 参与坚定捍卫者的演习 夏博斯指出 旧敌人如今已再度活跃 新敌人正在形成 坦克已经开上欧洲的乌克兰草原 世界持续基础被彻底动摇 为确保自由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今年4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5周年 而上半年举行的坚定捍卫者演习 将是冷战结束以来 北约最大规模的部署 届时英国会投入约2万人 并扮演领导角色 这个是英国方向讲的话 那么有关北约这个军演的报道呢 实际有好几篇文章都说了 就是说各国要派多少人 然后这个演习的目标呀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关注那个细节了 我们讲一下德国的一个媒体说的 德国的一个图片报 发表的泄密文件透露 普京明年将扩大在乌克兰的战争 并攻击北约盟国 欧洲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而且他的这个报道里啊 附有几张图片 我给大家也在这放一下啊 那么他的这个报道里头 他假设了很多场景 首先是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呀 组成联军 在这个乌克兰周边发动进攻 因为他这样一路呢 就直接跟北约交火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 他打乌克兰呢 还不等于跟北约开战 但是随着芬兰瑞典这样的国家 都加入北约以后呀 可以说除了乌克兰之外啊 欧洲部分跟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呀 都是北约国家 他只要一动手 就是跟北约呀 直接发生了战争 按照北约那个盟约嘛 攻击一国既相当于攻击北约整体嘛 北约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制 所以在欧洲这块就会产生一个大的冲突 同时根据最近中东跟北韩的这个动作 我们来看啊 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俄罗斯的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预测的是一样的 俄罗斯中共伊朗北韩这些国家呢 实际已经成为了周星国 他们可能也做好了啊 跟西方全面对决的一种准备吧 这种国际形势就像英国防向脚的一样 以前我们一直都说战后如何如何 就是二战以后如何如何 因为现在的国际持续呢 是以二战的成果来划分的 同时二战以后呢 也成立了很多国际间的组织 现在来看啊 这些组织呀都成了扯淡的组织 今天我在媒体上又看到啊 这个国际红十字组织呀 也跟中国的那个红十字呀 也差不多 说是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啊 单位的部分呢 很少 连10%都超过不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 但是我干这么多年来啊 我一直都说啊 这些国际间组织呀 早都应该废掉了 现在他们不但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而且起到负面的作用 你像世卫组织这个谭德森 对不对 他对全世界人类健康事业有帮助吗 他完全沦为了中共的一个马子 他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英国这个防长能讲出来啊 就是现在从战后已经变成了战前 我们要改变一种说法 可能在未来呢 又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不能拿这个战后的思维啊 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我们要拿战前思维 提前预防做好准备 这就是德国图片报报的啊 欧洲正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我想借的这个报道呢 来给大家聊聊啥呢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会不会发生呢 这个事情啊 实际我考虑了很长时间 这个跨度可能都有十年了 因为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话题啊 它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吗 经常有人会讲到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年来啊 我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到一定的时候 一定会爆发世界大战的 但是是什么时候呢 是哪两个集团呢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就是 北约跟美国是一方势力吧 然后中俄 伊朗 朝鲜 他们算是一个轴心国势力啊 假如说近期有战争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啊 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么我不否认这种冲突的可能性 而且我认为打起来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的这个烈度有多大啊 这个地方是有待商榷的 我个人一直认为啊 如果能说得上世界大战 那最起码要有一战跟二战 这样的一个规模 它才能叫世界大战嘛 就是双方势均力敌 而且是参与的国家众多 然后是战争持续时间长 破坏程度大 我个人认为啊 能称得上世界大战的呢 应该是这样一种战争 那么假如说它没有达到这个规模 比方说俄乌战争 对不对 哪怕你再加上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那么这个级别是非常低的 没有办法给它冠上世界大战 这样一个帽子 就是中俄一朝跟美国跟北约同时开打 我觉得这个战争啊 可能达不到一战跟二战那个强度 那么除非放核武器 而且放成功了 那么它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假如说它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打起来 它的这个烈度 可能也比不上一战跟二战 因为人类社会有很多战争嘛 为什么把一战跟二战 成为世界大战呢 因为它有它的特定性嘛 你比方说以前拿破仑战 对不对 它的牵扯面也很多 但是它主要在欧洲部分嘛 影响力也没有波及到全世界嘛 对不对 只有像一战跟二战这样的 它才是世界级的战争 所以我认为啊 未来五年到十年内 会有比较大规模的战争 能不能形成那种真正的世界大战 这个啊 确实值得商榷 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实力啊 根本就不行 俄罗斯的实力已经亮出来了 中共的实力啊 我认为啊 比俄罗斯要差很多 所以它就不会产生那种 很激烈的 长时间大规模的对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也不一定对 也只是在这聊一聊 也许发生这样的战争以后呢 国际上就把它列成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呢 这个世界大战呢 跟我想象的呢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我想象的世界大战呢 一定是像一战二战那样的规模的 而且是那种激烈程度的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样 大家也可以就这个话题呢 发表发表大家的意见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样 如果您喜欢加拿公平呢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点赞